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小北 你还在家吗 在啊 怎么了 你快看一下我的结婚戒指在不在桌上 在卧室呢 那就好 我回来拿了 等我一下 那你回来吧 你不会是分搜完一餐我的吧 你要请我吃的就是这个 这是我的自己 怎么会 小北 小北 你怎么了 没事 戒指找到了 这戒指稍微有点大 我刚才洗澡的时候拍掉了 我就把它摘下来了 你不会生气了吧 不会 蓉蓉 你还记得这张照片 是谁给你拍的吗 就很多年前一个小男生啊 后来把照片寄到了公司 我看拍得还不错 就一直摆那儿了 怎么了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叫什么名字 嗯 像 跟你有点像 你逗你大 就是一个高中生吧 那么多年过去了 我哪记得亲眼 找乔你 你喜欢 放下 我先去公司啦 路上慢点 高中生 西辰 过来说话 我的案子要怎么办啊 韩晶晶 金副总 你怎么来了 我就想找一个 安静的地方吃饭 我可以坐这儿吗 行 那您坐这儿 我换个地方吧 你很讨厌我 没有没有没有 我怎么很讨厌您呢 怎么可能呢 其实是因为 小金总跟我表弟结婚 您跟小金总又是兄妹 那咱们不就是亲戚关系了吗 我是怕 怕什么 我是怕我的实力得不到认可 同事们要是知道我是关系户 会更远离我的 你笑什么呀 我很认真的 您吃啊 知道吗 其实 我跟小金总 不是亲生的兄妹 不是琴生兄妹 可是你也姓秦啊 对 我也姓秦 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 五年前 十一月三十号那天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妈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荣荣 你干嘛要和他爸结婚 西辰啊 你自己也清楚 荣荣拒绝了你 你总说自己差一个机会 妈妈也是为你的前途着想啊 那荣荣他现在怎么看我 他这辈子都不敢接受 我用这样的方式进入金家 你不能嫁给他 其实我差的不只是一个机会 是整个人生 这么大的官 又被我听见了 那您还喜欢小金总吗 吓死了吓死了 那就好那就好 只要不然这个剧情也太高兴了吧 那你们每天在同一家公司见面 吃得多心累啊 其实刚进公司的时候 确实挺心累的 嗯 倒不是心累怎么去面对小金总 我就是每天都担心 同事们要是知道我记者的身份 他们会用什么眼光看我 开始还打算刚进公司就大展身手 结果呢 反而像是被困住了手脚 做什么都别扭 金副总 你不要在意其他人的眼光 我觉得你非常优秀 对 不用在意他们的眼光 你也很优秀 我 可能有人会知道你的真实情况 依然还会很羡慕你 毕竟有人觉得 优越的出身也是实力的一种 嗯 我知道了 嗯 梁静静 嗯 我还是一直觉得 不走捷径 靠自己努力 挺好的 先不走 我还有些紧急的工作 我先走了 你慢慢吃 我 我以后 我以后不会再来打扰你了 哎 幸福 其实 你在这里吃 也没关系啊 喂 小北 啊 如果这张照片不是我拍的 会让背后会有我的自己 但是我会什么一点都想得起来 什么时候拍过这张照 难道 我们五年前就遇动了 店长你来了 别谢我店长 小北 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啊 你还记不记得 五年前我离开顾家时的情况 五年前 那一天不就是顾家产业被出售 你跟你那两个哥哥吵了一架 就离开了顾家 后来你还去了趟学校 我去学校了 去了呀 我还听说你和一个实习老师吵起来了 我去学校了 我去学校了 怎么了 金金 你跟我去个地方 有件事情我要跟你确认一下 去 走 哎 去哪儿啊 还说不是为了偷拍我 我这是光明正大的拍 是这里 我肯定是这一天遇到她的 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 到底想干吗 你快看这张照片 这一看就是我们小金总啊 这是她五年前的照片 我怀疑是我拍的 你没事吧 五年前你还只是高中生 怎么可能会拍到小金总 我只记得五年前 我从医院醒来以后 姨妈就接我去了你们家 但是我离开顾家以后 发生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 所以现在就是我要给你确认的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从顾家离开去学校 那天是几号 所以 大老远你把我带到这儿 就是为了这个 这么点事完全可以电话摔大哥 我还要赶着上班呢 姐 姐 你快告诉我那天到底是几号 我求你了 你快好好想想 11月30号 你 你这么确定 当然了 那一天 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跟我安恋了一年的班长告白 他不仅拒绝了我 还以四大残酷的理由拒绝我 这辈子都忘不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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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样啊 你快看拍摄日期 11月30号 就是我离开顾家那天 蓉蓉来过我们学校附近 就是我给他拍的这张照片 我们在这一天遇到过 11月30号 那么巧吗 傻 蓉蓉在公司吗 在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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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笑的微笑 和老板几秒 我需要思考 心脏在空调 纹色的小条 大在简单 没了 的炫耀 你给我的转熟一航 隐秘的赛枪 像猫般的强 我没能力思考 你跟老金同约的时间 这两天我在小北回去一趟 好的我知道 不过有件事我要跟你归报一下 小胡同学对你吵过我 他想查你五年前的事 他怎么还是 熊熊 你怎么突然 你怎么突然 你从来都不知道 我想要 和你天荒地老 突然走了 小弟是你告诉你 我们五年前就遇见好了 别的手 我就对你 一心中心 我们的思考 全都说好 我们的思考 他进入我们 夜晚长闹 进入我们 我们的思考 中国人 我们的思考 人 准备 那 我们的思考 还是 我们的思考 我们就 想会 什么 的 或者是 有 我们的思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